第九號颱風舒拉 今天清晨增強為中度颱風 目前仍在菲律賓的東南方的海面上 目前還在打轉中 僵局預估下週有機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不排除從臺灣的東南部登陸 下週三次影響罪名為明顯 而台東往返綠島的船班下週一到四已經全部取消 而雲林的斗六農民則敢在颱風來臨前 將成熟的文旦採收下來 避免血本無歸 農民把文旦採收下來 隨即迅速裝箱 雲林斗六最富盛名的文旦 以往都在二十四節氣白露前後採收 今年因為有潤月 加上天氣炎熱水氣足 文旦提早成熟 又能趁颱風來之前 趕緊採收 以免心血泡湯 第九號颱風蘇拉來勢洶洶 二十六號清晨增強為中度颱風 目前人在菲律賓東北方的海面上打轉 依照氣象局路徑前市預報 未來可能會從東南部登陸臺灣 最快下週二就有可能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下週三四東半部地區要嚴防大雨 依照這個路徑來看的話 最快可能在下週二就有機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至於在路上颱風警報的話 可能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還是取決於它未來的路徑 比較偏南偏北 其實都有很大的變化 各國颱風路徑預報仍有分歧 預計下週二之後才會比較明朗 氣象局說路上警報是否發布還要觀察 確定的是梭拉颱風還在增強 颱風也逐漸清晰 預計下週三四會是最接近臺灣的時候 民眾要做好防臺準備 記者王偉雄 秋夫彩 楊明豐 榮濤 雲林台北報導